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用萝卜和两个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每次一上桌,全家抢着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萝卜清洗干净,去头去尾 用擦子擦成丝 放入两颗的食用盐 用手抓拌均匀 准备260克的面粉 放入一颗盐增加筋性 倒入150毫升的凉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大的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实用的光滑面团 把它放在案板上 先给它饧上5分钟 碗里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地炒成鸡蛋碎 最后炒成这种小的颗粒状就行了 重处凉凉备用 这会面团已经饧好了 直接放到案板上 揉光滑 现在呢就非常的轻松 就能揉光滑了 像这种状态就行了 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专顶的剂子 下大小专顶的剂子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后边 薄的面片 像这样就行了 把每个面积上面 都刷上一层薄油 最后一张就不用刷了 每个上面放上一点干面粉 这样能起到分层的作用 把它们都挪在一起 用手轻轻地先按压一下 正反面都要按压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开 两面都要擀 这样才会更加均匀 差不多擀到原来的两倍大 像这样就可以了 都做好之后 全部放在蒸屉里面 直接放到蒸锅上面 盖上盖子 水开之后蒸8分钟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放入一把粉条煮熟 粉条煮熟 捞出控水 放入凉水里面防止起坨 看一下这个萝卜 淹淹出水分来了 我们把多余的水分 给它攥出来 放到案板上 再稍微切碎一些 直接放入大碗里 粉条控干水分切碎 和萝卜放在一起 放入炒好的鸡蛋 放入一把虾皮 这里再少放一点食用盐 来一点胡椒粉 蚝油 来一点香油增香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哇 闻的是非常的香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边备用 我们的小饼也蒸好了 趁热给它接下来 看一下皮薄如纸 而且是非常的筋道 这个饼是熟的 这个熟就可以吃了 用它来卷菜也是非常的不错 看一下 一共做了这么多 取一张放在案板上 放入适量的馅链 对折 两边对折 这样子就行了 电饼趁提前预热 电饼趁提前预热 刷一层食用油 把饼撇放入里面 盖上盖子 先烙两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翻个面 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 再给它翻个面 看一下 到这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这个饼非常的薄 特别容易熟 我们的萝卜鸡蛋馅饼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 营养丰富 皮薄馅大 非常的酥脆好吃 看一下里面的馅料超级的多 而且这个萝卜的颜色也没有变 非常的翠绿 馅料吃起来鲜香味美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